不少车主习惯将现金等财物放在车内 然而这却给了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2021年12月13日早上7点左右 湖南长沙旺城公安分局黄金派出所 连续接到多名群众报警称 停在雷锋大道路边的小车车窗被砸 车内财物被盗 长沙的周先生是一家科技公司的一名员工 12月13号早上8点钟 周先生从公司出来 准备驾车外出吃早饭 可刚走车辆跟前 他就发现车辆副驾驶位置散落了一大片玻璃碎渣 车辆全部被敲坏了 敲坏了 这个玻璃挂在这里 这是刚才清理的 现在里面呢 里面什么状况呢 里面有这个样子 这个被搬动了是吧 对 搬动了 保险 我那个保险单的我昨天拿出来 还有什么样的损失呢 没有损失 没有什么的 周先生说 幸好车内没有贵种物品 损失并不大 但令车主周先生没想到的是 包括他在内的另外四名同事的车辆 车窗同样也被砸了 案件发生以后 旺城分局黄金派出所的民警 也赶到了现场 通过现场勘察 以及对多位车主的询问 警方发现 雷锋大道多起砸车窗案件 均发生在同一时间段 并且车辆受损位置 均为副驾驶车窗 车内均有翻动的痕迹 然后我们就通过技术分析 以及就锁定了 这都是以火人所为 所以把这个案子作为一起 创遍案进行了一起侦查 警方查阅公共视频发现 12月13号凌晨0点12分 两名年轻男子出现在了 事发现场的公共视频画面中 视频中两名可疑男子均佩戴着口罩 并且朝着路边停放的车辆走去 而在另外一段公共视频中 两名男子突然对停在路边的车辆下手了 在确定视频中两名可疑男子有作案嫌疑后 警方立即展开调查 12月17号上午 通过蹲点布控 民警先后将四名犯罪嫌疑人 刘某 刘某 刘某番 饶某四人抓获归案 经审讯 四名犯罪嫌疑人均为常德市汉寿县人 因入不敷出 随商量一起流窜至长沙砸车窗盗窃车内财物 目前因涉嫌盗窃罪 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一人已被送至公读学校 警方提醒 年关将至 广大家驶员要加强防盗意识 特别是背包现金及贵重物品等 切勿放在车内